第五部《山河之影》 主演张云龙、陈若萱、孙怡 真的精彩 多少年了 我没在电视剧里看到这么扣人心弦的打戏了 是真的看着会为主角揪心的打戏 人设真的都很不错 两个男主 甚至配角李东方我都很喜欢 有一丝动画的中二感 喜欢的人应该会特别喜欢 但电波对不上的可能会觉得剧情在故弄玄虚 演员还都挺贴脸的 全人原生表演也不出戏 没有一个让我觉得拉垮的 这虽然是机操 但也是近几年十分难得的事 就前六集来说 我个人是真觉得剧情制作人设剧家 建议还在观望的朋友们先看到第五集 很好的开头入坑不亏 第四部《无间》 主演近东、王立坤、王志文 看了一集 阵容摄影看起来都比较华丽 但是剧情老套 开头游轮 死人 通气口脏东西 英雄救美 这些早就被演绎很多次了 而第一集结尾 刑讯逼供只能用可笑来形容 被注射了药剂之后 突然有无神注 有了神力 正开枷锁 意识完全就清醒了 还能打人 这是特异功能吗 只能说 现在的电视剧也是难 演员脸生不爱看 演员太熟也不爱看 现在已经2023年了 朋友们近东连连看连道第几个了 那个什么特密组负责人 沈孝珍一眼劝退 然后看了演职原表 我却是导演编剧本人 难怪了 这是又一个果敬林啊 第三部归路 主演 景伯然 谭松韵 李宁成 在这个冷冷的春天 有幸刷到了这部剧 多种滋味涌上心头 先说说选角吧 没有比景伯然和谭松韵 更贴合原著的了 他们就是陆颜臣和龟小 换别人饰演 他们本身就是 谭松韵从扎着马尾的高中声道 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 自然流畅 没有违和 景伯然再次刷新了 对他的演技肯定 笔直的站姿 拉丝的眼神 精神的寸头 能演得了鲜肉 也能驾驭得了硬汉 而且俩人恰到好处的身高差 情侣之间的许多亲密小动作 对他们演绎的真实又唯美 另外整体剧情发展虽然俗套 但挺吸引眼球 让人有追剧的欲望 所以总体可看 第二部他是谁 主演 张艺 陈玉思 丁永代 个人非常喜欢这种悬疑题材行真剧 而且又是张艺领闲主演的 便第一时间追剧 但是一路追下来 感觉节奏变慢了 似乎越来越慢 有时几天不更 有时一天更一集 看完仿佛啥也没说 又仿佛说了很多线索 让人有些难受 而且推理破案剧原本就是给人一种解谜游戏一样的神秘感 但他是谁 这部剧似乎加入了更多元素 让其垫位了 特别是爱情元素 个人觉得真的是很没地要 总之 这剧看到最后 没啥新意 甚至还有让人弃剧的欲望 完全就是常规套路的即时反破案剧 给三星很客气了 第一部爱情而已 主演 吴磊 周宇童 江沛瑶 原来以为是玛丽苏的中年少女剧 但喜欢三淡弟弟家气质挂的周宇童 各种前期宣传片也拍得很高级 成了自来水 熬夜炫了前面六集 超惊喜 整体剧情真实不悬浮 节奏明快 排词经典 人物性格逻辑自洽 城中村混乱却焉火气的镜头好美 男女主在彼此就熟中的各种细节戳人 父子闺蜜职场等等场景和人物关系也很丰满 演员表演自然有质感 人生台词也很有味道 难得一见的优秀都市剧必须怒赞 当前很火的五部剧 你再追哪一部